大众汽车周三表示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是化碳排放数据造假的车辆洗脱了嫌疑 现确认仅有9个车型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存在着轻微的偏差 涉及约是3.6万辆汽车远少于此前预估的80万辆 该公司因此将不需像此前的预计那样为应对这一问题而拨付高达20亿欧元的开支